涉及男男性爱短片承认自己就是主角之一的哈兹阿兹 昨天傍晚疑似为了避风头 在准备飞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时候 在吉隆坡国际机场被警方逮捕 那根据东方日报的探新形容 原来哈兹阿兹他要飞去马尼拉 竟然是因为要跟他的男朋友会合 甚至还听说呢 他的那名所谓的男朋友 还长得很像经济部长阿兹敏 那报道当中还提到 上传以及散播短片的这一处戏码 其实都是哈兹阿兹在自导自演 不过无论如何警方在逮捕了哈兹阿兹之后 目前是已经援引了四项条文 包括违反自然性行为的条文来展开调查 而今天早上也押送哈兹阿兹到医院进行体检 承认自己是男男性爱短片主角之一的哈兹阿兹 今天早上被警方带往吉隆坡中央医院进行身体检查 消息传开之后吸引了大批媒体在医院驻守 而哈兹阿兹在完成体检之后 已经在下午5点45分 由一名担保人担保之下 在金马警区总部获释 至于身为哈兹阿兹上司的原产业副部长 三苏伊斯干达 昨晚也在面子书上上传他到马六甲警察总部 录供的照片 他表示他是在昨晚7点左右到警局 配合调查男男性爱短片的案件 录供过程将近5个小时 另一方面 仍在玻璃市中夹央出行活动的 全国总经长阿都哈密表示 警方目前还没有正式逮捕哈兹阿兹 不过在调查期间 哈兹阿兹将会被禁止出国 至于警方会不会传召 同样也被指卷入性爱短片的 经济部长阿兹明来入供 阿都哈密虽然是笑着 不直接回答记者的提问 但是他表示 警方都会根据标准作业程序 传照射击此案的人 我们拥有所谓的 可以提问 所谓的性能已经有所谓 所以当然 如果我们想看 我们还是不看 当我们会看 如果人们都会提问 我们也会提问 你也会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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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提问你 什么样的 你也会提问 你也会提问 那是真正的 那是原则的